第100章 迷雾之城 十四 我 木瑶今天多饮了几杯 脸上也泛起薄薄一层红 比平日迟钝一些 文言倒也没有推辞 只是有些不好意思 慢慢地开口 我小时候过得很无聊 天不亮就出门练术法 每天画满十张符 每隔一个月 出门历练一次 木声垂眸 没有抵触 安安静静地听着 看样子似乎还听进去了 林妙妙悄悄悄回头看她 感到很欣慰 小时候 爹待我很严 要是没达到标准 就得去一个黑屋子里关禁闭 她喝了一口酒 睫毛垂下来 带着一点淡淡的笑回一往昔 没有爹的命令 谁也不能放我出来 又冷又饿的时候 只有她 不知是不是酒精作用 她没在避之不及 而是顿了顿 带着迷离的表情说了下去 她对着门口的下人又打又骂 提着个食盒闯进来 给我送饭 她的神智涣散开 仿佛嗅到了那些年温热的香气 有熬好的排骨粥 还有煮好的鸡蛋 那女人看着她吃下去 又抱着她哭天抹地垂胸顿足 哭得她的衣服都沾湿了 谁爱当捉妖世家的家主啊 姚儿不当了 咱们嫁个好男人 不就好了吗 一辈子舒舒服服的 林妙妙实在按那不住好奇心 回过头巧声问 她是谁 木生顿了顿 应道白衣容 林妙妙诧异 是容姨娘 来来回回 木瑶屡次提及 屡次避讳 既知如洪水猛兽 连名字都不愿意提 只肯称一句她的人 竟然是她的生身母亲 嗯 木瑶听见了 笑了笑 心情复杂地重复了一遍 这个蒙沉了好多年的名称 容姨娘 容姨娘 是十八岁嫁给我爹的 那一年 木家家主木槐江 和发妻白锦成婚六年 膝下五子 两大世家联姻 白锦是嫡出长女 容貌出众 温柔大度 术法高超 与木槐江是一对良人 哪里都很好 只可惜 白锦身体一直不好 难以生养 白家也算是 知进退的捉腰世家 怎好让木槐江绝后 让姑爷娶了外人 肯定是不放心的 思来想去 又从家族里 挑了一个女孩送了过去 是白锦的树出堂妹白衣戎 白衣戎上上下下 和白锦天差地别 庶女是没资格修习树法的 而是像一般女儿家一样 规格里交扬长大 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目光短 脾气泼 洗装式打扮 好争风吃醋 简而言之 是个艳俗的蠢女人 白家的想法很简单 白锦早年 被练功术法掏空了身子 后又随木槐江四处捉腰利险 受过几次严重的伤 这才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他们就要挑一个不会术法 普普通通的女人 只管交养在后院里 生下木槐江的血脉 抱给白锦养 威胁不到白家长女 装点出的光耀门眉 白衣戎的生活 也确实很简单 她生在后宅 长在后宅 下半辈子还困在后宅 于是每天对这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斤斤计较 乐此不疲 用媚态争宠 与根本不与她一般见识的姐姐 争风吃醋 为一点小事喝吃吓人 非打即骂 三天两头哭闹一场 搅得家里鸡犬不宁 我不喜欢她 木瑶下了结论 淡淡道 她的脾气 没几个人受得了 她吸了一口气 似乎不吐不快 她还对阿生不好 木生抬起头 看了半醉的愧疚的木瑶一样 冻结的淡漠目光 终于有松动的迹象 阿姐 不说这个 木姐姐 妙妙疑惑地问 难道就因为这个吗 木瑶摇摇头 灌了一大口酒 目光渐冷 那一双总是清淡的琉璃铜 忽而亮得惊人 六年前 我木家轻颓 三十三口人死于非命 都是拜她所赐 阿 妙妙心中一惊 她 为什么呀 她是妖 木瑶的笑容中有些颓丧 也许是被妖气沾染 也许是早就休息妖术 也许根本就是伪装成人的大妖 我也想不明白 依稀只记得 熊熊大火中生腾起的烟雾 将眼前景象全部扭曲模糊 女人在烈火中的裙摆飞扬 踩着足下累累尸体 脸上沾着一串鲜血 蔓延着森冷的笑容 红唇清奇 木家 这样才干净 望向她的眼中 再无欣喜怜爱 只剩憎恶 嘲笑 和一点冰冷的杀气 记忆阴晕成一片 奋力回响 只有这短暂的一幕 还留存在脑海 我就是因为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木瑶滴滴说着 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攥着酒杯 竟然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 挂着破碎的表情 无声地这流泪 我才恨她 才要找到她 问问她 为什么 柳福一叹了口气 将有些醉了的木瑶 揽进怀里 安慰地拍着她的背 林妙妙想 这倒是原剧情里 不曾有过的内容了 灭了木家上下的那只大妖 原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 不想却是白衣容 妙妙脑子里一团江湖 不住地往肚子里灌着酒 木瑶依偎着柳福一 望着桌上的空盘发呆 曾经 在漆黑的屋子里 当她提着食盒出现的时候 当温热的粥流进肚子里的时候 当她抱着自己夸张的豪哭的时候 把头上金贵的簪子发饰都捋下来 一股腦往她发尖簪 笑着说摇而戴的时候 她的留恋语亲近 那时候 她碍于少年人的自尊 没有说出来 可还没等她长大 忽而就相隔血海深仇 令人心惊胆战 夜不能寐 卡在嗓子眼里的那一声娘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叫出口了 碰碰 碰碰碰 烟花骤然密集起来 窗户外面闪烁着呼暗的光 一时间几乎能听得见 镇中心传来的热闹的人声鼎沸 无方阵是吃喝玩乐的天堂 人们点燃焰火 狂欢至半夜 庆祝新春到来 屋子里的气氛 在这样的热烈硬衬下 显得有些伤感 竹眼轻轻摇曳着 几乎没人发出声音 木声靠在椅子上 看着木瑶无声抖动的肩膀 想起了曾经那个怪诞的梦 梦里她竟然管白一容叫娘 亲如母子 多么的荒唐 太阳穴骤然尖锐地疼痛起来 少年脸色发白 屈指摁住了额角 静鸾一般突如其来的疼痛 许久才消退 她靠着椅背 有些茫然地 转着指尖的收腰柄 无方阵平静的外表下 似乎掩藏着恶毒的惊涛骇浪 只要她掀开筛子 就会一股脑地涌出来 将她吞没 自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 她就有种非常强烈的不安感 与之相应的是 梦里慕容儿那张亲切的脸 愈加清晰 只可惜在那些梦里 她都是恶毒的姿态 比白衣容还要恶毒 阿姐 你还记得 她是什么时候讨了 爹爹的欢心吗 她端起酒杯 放在唇边一点点敏 眸光暗沉 语气平静 木瑶听到问话 直起腰 茫然地想了一会儿 是了 最开始的时候 父亲是不太喜欢白衣容的 她的视力与浅俗 与这个规矩严整 日子平淡的家 格格不入 可是到了后来 突然有一段时间 两个人变得如胶似漆起来 她不止一次 见到她 挽着父亲回房间 二人有说有笑 白锦立在一旁 黯然地看着 欲言又止 那个时期的白衣容 还是那张尖下巴的脸 钩子式的眼睛 浓妆艳抹 苏胸半露 却平白得多了一种 高高在上的傲气 这种傲气 主要体现在她 绿色眼睛里 蜜着人的时候 喜欢侧着眼 眼尾那个钩 便显得一样妩媚 眼里含着疏离的笑意 笑意底下 淡漠如冰 那段时间 她对自己的纠缠少了很多 大闹的次数也少了很多 也就是那时候 沐淮江忽然开始 正眼瞧这一房测试了 将她抬得未比正期 日日流连 甚至有点 单于美色的意思 可是 怎么可能呢 沐瑶现在想来 依旧觉得颇为荒诞 白衣蓉那样的性子 她宁愿相信 父亲被苏打几勾引 也不能相信 白衣蓉能做那个 动摇她意志的人 我十四岁那一年 她皱着眉头 有些犹豫 有一次 她的房门没关紧 我从廊上经过 听见了 听见了爹 在她房间里 她从没有想过 在外人面前 威严刻板的父亲 会有那种梦浪的时候 透过那个窄窄的门缝 她隐约看见 白衣蓉勾着她的脖子 挂在她身上 声音宛如鹰蹄 又酥又美 称怪道 老爷 我叫蓉娘 蓉娘 嗯 老爷 她笑着 轻轻侧过头 望向门缝的方向 眼里含着嘲讽的笑 竟是一个 有些像挑衅的表情 那个瞬间 她的心脏猛地漏跳一排 以为自己的偷窥 被人发掘了 手脚发凉地跑开了 她抿着嘴 她让爹叫她蓉娘 从此以后 穆槐将宠爱她 就依言叫她蓉娘 白锦面前也不避讳 白衣蓉得意的一段日子 由此开始了 直到穆家灭门的那天晚上 穆声转着酒杯 低声道 叫蓉娘吗 她拿起酒壶 再满上一杯 心里不知再想些什么 沉甸甸的烦乱 一只酒掌霍伸到了眼前 凌妙妙脸颊红红的 急子湿的眼睛看着她 有些醉了 声音惹绵绵的 我也想要 她回头一望 才发觉 她听着他们说话的 一会儿功夫 无声无息地 把自己面前那一壶 都喝干净了 还来要她的 她们紧挨着坐在一起 抬手就会碰到她的衣巾 你还发间温暖的枝子香气 混杂着烂漫的酒香 惹人心神荡漾 先前阴云般的那些思索 碰的一下便全散了 她的睫毛轻轻动了一下 绕开她的手 镜子给自己道 按捺住剧烈的心跳 你已经喝了一壶了 凌妙妙酒量算不上好 再惊扬泼一壶烧刀子 就能让她醉得胡言乱语 再喝下去 得成什么样子 没有 没有够一壶 妙妙口齿不清地辩解 右手扒住了她的手臂 棒的身子无意中靠在她身上 急切有点委屈 差这一杯才醉 快帮我倒 我渴 她的呼吸已经吹在她颈侧了 不行 她顿了顿 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将她的手臂轻轻放下去 不知道是在拦她 还是在克制自己 渴 我去给你倒水 她端着酒壶不撒手 生怕她有可乘之机 刚起了身 一扭头 发现柳福一直接拿过自己的酒壶伸过去 好迈地给她针上了 倒什么水 大过年的 喝酒 沐生咬着后槽牙 柳公子 谢谢柳大哥 还没能她匹手来夺 林妙妙就笑着一饮而尽了 随后 她还不厌足 飞快地抓起她放在桌上的杯子 跟着灌了下去 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她的杯子边缘 像只贪食的猫 随后 她心满意足地 将两只空荡荡的酒杯 捏在手上玩 一会儿平碰一下 一会儿杯口相抵 似乎是没觉察到 少年正双眼发红地盯着她 像是野兽盯紧了活蹦乱跳的白兔 她还捏着那两只杯子 抬起眼 对她傻乎乎地笑 新年快乐呀 紫妻 骤然数个烟花爆开 窗外一鸣 岔子烟红 无限星光散落 欢迎订阅 云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